荃灣區和葵青區部分屋苑的食水 在星期日出現異味 問題至今仍未解決 水務處繼續在受影響的地區安排水車 讓有需要的居民拿水 其中在大窩厚村 水車一連四天供應食水 有居民表示要在水車拿水很不方便 昨天拿四次 昨天拿三次 會否覺得很不方便要拿這麼多次水 當然不方便 我也想過熱的水龍頭 比較安全 亦有居民選擇購買瓶裝水 都擔心的 所以買些水給他們喝會好些 不過我們去到附近的超市觀察 就未出現搶救的情況 另外水務處亦為受影響的地區更換供水網絡 同時協助受影響的屋苑 排走柱水缸的食水 和清洗柱水缸 而水務處初步估計 食水出現異味的原因 可能與荃灣食水配水庫維修工程有關 因此目前已停止配水庫供水 並抽取食水樣本發炎 初步結果顯示 樣本並沒有含有對人體有害的物質 Live TV 記者 徐家純報導 我帶你去下載的水平 如果在此車內有刺激的水平 你會用到水平 我去下載的海水平 我又在雪水平